我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女孩 更是一个爱做梦 爱追梦的女孩 在我追梦的路途中 是爸爸点燃了我的梦想 引领我去追逐梦想 更是爸爸追着我 让我在蓝天下朝着梦想 飞去 我是一个爱家 爱世界 更爱肥 我追求工作上的完美 追求家的温馨 更追求 牵着女儿的手 让她在梦想的烂蹄蓝天 展示 分享 我和很多小朋友一样 最快乐的是 是和爸爸 妈妈一起看蓝天 白云 去看那如诗如画的景色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中 快乐成长 但我的刻余时间 我的周末 我的假日 却是跟爸爸 在排练潮 在演出里 站在正儿欲聋的 螺谷声中 路过的 也许 这便是我梦想中的 发源地 我曾经是一名文艺兵 推一半项后 一直在文化馆 同事着群众文化辅导工作 我可以自好地说 我的足迹 遍布了很种大力 哪里有文艺活动 哪里就有我的身影 哪里有演出舞台 哪里就有我的足迹 我将女儿一次次 带到排练潮 带到演出地 带到震耳欲聋的 蘑菇声中 爸爸 您还静有一年 风雪交加的冬天吗 妈妈出差不在家 您带我来到一个乡村 室外排练潮 我穿着个军绿大衣 坐在那里看您排练 刚开始我还兴致不活地看着 她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 使我感到滑费 渐渐地产生睡觉 记不留神 我从座椅上跌了下来 额头痛破 雪往外顺着 我暴声大哭 听到我的哭喊 忙碌中的您 还回过神来 急忙跑过来 紧紧地抱着我 无奈地埋怨着自己 记得 爸爸记得 爸爸真的忘记了 这些年来 由于爸爸工作的特殊性 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 投资到工作中去 月是过年过节 月是万家灯火团圆时 就去顾不上家 顾不上的宝贝女儿 在一起 我只夺不期待 我只夺不期待你家的温馨 多么期待能够牵着女儿的手 去看啊 山光 水色 爸爸 正月十五是我的生日 每到那一天 我就会坐在电视机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在那拥挤的人潮中 找寻 爸爸的身影 只要你看到你的身影 我 便心在故意 呼喊着家人 来看你的演出 生日蛋糕 把他放在桌上 蜡烛 静静地立着 在你没有回来之前 我不会点燃生日蜡烛 我要等你回来 因为您是我心中 最了不起的爸爸 我要等您回来 亲自为我点燃 祝我生日快乐 这些年 我最遗憾的 就是没有和女儿一起过生日 没有为她亲自点燃 做祝福的生日了 每当女儿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忙于 元宵佳街的街头文艺中 一直忙到很广 我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里 女儿早已藏在沙发上 睡着了 看着蛋糕上插着 为点燃的生日蜡烛 再看她可爱的女儿 我的心中满是内疚和惭愧 总之的自己 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爸爸 请您不要自责 这些年 您虽然没有为我 点燃过生日蜡烛 但我心中却充满了 对您的感激和敬仰 爸爸 您瞧 站在指挥台上的 那不是您吗 是啊 那是世界合同大会 爸爸指挥的 大型龟风锣鼓队 他在中外有人 感受到了我们 中华民族文化的 灰鸿 气势 爸爸 这不是咱们 文明的百姓大舞台吗 是啊 您瞧 您幽默风趣 灵活多变的主持 您得了大家的振振和谈 元宵佳节 您的身影 又穿梭在街头文艺展演中 爸爸 您是女儿人生中的 第一位老师 从最初的麻木 所厌倦 到后来的纹身而动 随便起舞 是您引着我跨地 艺术殿堂的门槛 是您为我拨打了梦想的种子 多年来 您教我唱歌 跳舞 教我演戏 打快板 您把难得的空闲时间 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 从我最初的艺术启蒙 到我才艺的天天进步 离不开您 润物无声 日积月累的教会 爸爸 是您为我树立了人生的标杆 是您让我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孩子 你长大了 你有了自己的梦想 你从办理的文艺骨干 到学校的才艺新鸟 现在 你已经登上了 欢迎庄的百姓大舞台 爸 为你高兴 为你 骁傲 相信你 一定会登上 这么大的舞台 有梦想 就会飞翔 让我放开 心中的梦想 大舞台 刘登上 有梦想 都梦想 人人心中有梦想 人人心中有梦想 童小力智晴八分 小大力不过不见 春苗不过在梦想 青苞梦想在飞摇 他大梦想的皮膀在 一国的蓝天烟梦想 跳歌梦 就歌梦 吃饭的银银银操作 万児银银飞脚糕 全民推敌动作梦 全民推敌动作梦 动作梦 让孩子参与了也会脚糕 动作梦 让孩子只有左腾被推抢 对 只有左腾在分头 动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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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言梦 新年梦 都是中国的上迷茫 为了2020年 我们取决时间努力 让我们 全面是最早高 小脸 动作梦 小蝗 少脸 动作梦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演讲的题目是 给我一支笔 画之白色 飞翔在南天 同学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或大或小 或崇高或平凡 保护地球 探索太空 宽幻宇宙 是美好的梦想 丰富别人 宽幻自觉 同样也是美好的梦想 而说到我的梦想 要从我生年级的时候 讲解 那一年 我们村的小学和其他村 合并了 妈妈把我送到成语读书 在学校里面对着一个个陌生的同学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内心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和自卑 只能悄悄地躲在教室的角落里 切生生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只有看到和安可亲的王老师 我的心里才会变得踏实些 下个风 当别的孩子 在操场上 进步行的玩耍时 小英琴 总是融资于人 默默地 挖哩 挖哩 看着它 挖着自由飞翔的小鸟 美丽广阔的铁铁 和那快乐兮兮的小朋友 我看到 一个外表脸铁的小姑娘 她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孩子 你学会翻画吗 没有 只是喜欢 孩子 你画得很好 听了老师的画脚 我的心里暖暖的 我画得更细劲了 一有空 我就拿起手中的铁笔 在白色的纸上 尽情地涂抹 看 涂画里的小鱼在舞蹈 小鸟在歌唱 我的内心 不在孤独 不在寂寞 有一天 老师把我画的作品 笑颜的早晨 接待 就是在黑板凤上 一下课 同学们都涌得过来 大家七嘴八舌的一轮着 哇 画得真好 真像是画家的画 画家 我的眼前突然一样 对 我想当画家 我长大了就要当画家 可是 小小妈妈为了跟我和弟弟上学 已经清静家中的一切 哪有多余的钱 给我买画画的材料 更别急 请这个老师教我画画了 想到这儿了 我慢慢地 一下着头 唉 或许 住进我的画作里 只能有黑白两种颜色 我用得起的 也只有铅笔了 那些五彩缤纷的画笔 就像是飘在空中 美丽的肥皂泡 它 只是在我的梦里 才能拥有的东西 一天 我用真心地画着画 王老师在一插衣的眼神 问我 孩子 你的彩柄呢 老师 我 我 我 从孩子 噴噴噗噗噗的回答 和他渴望的眼神里 我 明白 课堂上 王老师总是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我 在老师的鼓励下 渐渐地我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课后 王老师总会带着我 和同学们 一起游戏 有时他会像妈妈一样 此爱的双手 摸摸着我的小脑袋 王老师 这些看似平常的激动 却给了我内心 极大的鼓励 和安慰 我把对王老师的爱 悄悄地 藏在 心里面 星期一的早晨 妈妈把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塞给我 我双手接过苹果 小心翼翼的把它放进书包里 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闻一闻 真怕把它给弄揪了 我期待的日子终于到了 下午放学后 我把苹果悄悄地藏在身后 这时 王老师也让我去下班公室 我想 咦 这么巧 王老师就要和我心情相通呀 进下班公室 我就紧张了起来 脸上我火辣辣的 在看到王老师微笑的样子 我终于鼓起勇气 拿出那个温热的苹果 双手捧到王老师面前 王老师 祝您相当节快乐 谢谢 真巧 这是王老师收藏的最好的礼物了 来 老师也准备奔礼物要送给你 孩子拿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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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这是一盒 四十八色的彩笔呀 接过彩笔 我幻想着 我将用它 画出色彩斑斓的图画 生活的美 即将在我的画底下 流淌 双手捧着这颗彩笔 我感觉很重 很重 很重 看您记着王老师 对我冬冬的爱 和深切的 希望 我的眼睛 渐渐的 痴润了 他孩子 王老师 好 你看 今后 不管要什么样困难 你 一定要坚持 自己的梦想 王老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 嗯 老师相信 后来 妈妈也在王老师的影响下 终于给我抱上了 本书可以切斑 有了春夜老师的知道 加上我青春套鞋 我画的波 也越来越漂亮了 你看 教室的对待抱 是我们的杰作 校园的主张里 有我们的作品 是你几年的各种 绘画比赛中 我还多次获得了一等奖 现在的我 阳光 自信 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小画家了 时光荏然 四零绿流逝 小兵棋 上一年级时的情景 放弄 现在 昨天 如今 她已是一种 名剧的小节生 看着孩子的心里 充满了阳光 看着她的个性 轻木分扬 看着她的浅脑 激情放射 我的心里 也多了一份 新闻 更多了 一种生活的 失忆 至今 她所珍贵的产品 我仍然小心地珍藏着 世王老师 给我一直追出梦想的笔 让我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我要用这支笔 描绘出五彩繽纷的 未来 孩子 老师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 出色的女家 对 我要用手中的画笔 画出美丽的前夜 未来的天空 遥阔的草原 厚瀚的大海 我要画进世间 一切的美好 我相信 只要坚持追梦的脚步 就能登上梦想的阴风 只要梦飞追梦的翅膀 就会在梦想的天空里 展翅翱翔 好 曾经的各位领导 各位评委 亲爱的老师们 同学们 早将下午好 今天我们演讲的题目是 让梦想飞翔 蝸牛说 雄鹰展翅可以登上新寺堂 塔点 而我心飞翔也可游遍万里长城 小鸡翔 小鸡说 雨出奋力可能击破白云降落 而我心飞翔也能飞上云天 俯视山川 鸡翔说 红花儿要眼脱肉 独当一面 人人暂负绝口 而我心飞翔也会干为人气 多么风云 迎得赞誉生生 或许 雄鹰的矫健 宇宙的轻易 红花的美业 都在你所想到的情理之中 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 蝸牛小鸡 与绿叶飞翔 只要拥有飞翔的影响 也一样 可以成就一番突然意料的 味道 既然在教育园时 老师曾问我 宝贝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我自豪地回答 我要做一个回答吧 我的回答 引起了大家的呼唐大笑 大家觉得 我的梦想太微足道了 可年幼的我哪会有这么多 这可是我小时候最纯尖的梦 这时 老师亲密地老跟我说 孩子 你太可爱了 上了一年级 我有了新的梦想 那就是带一名光荣的红鲤鲤 毛总多 是多个羡慕带着红鲤鲤鲤的大哥哥 大姐也这样 心想 若是能参加考虫队员 摸里摸修前那亲眼的红鲤鲤鲤 才是多不味道的事 正时 小兴微笑着站在我面前 小兴你能行 时光流逝 转眼间 我已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了 在我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有成功 但也有失败 大次失败的记忆 点缀了我的生命 让我对实践梦想更加执着 同学们 咱们全班要组织一次作文比赛 这次作文比赛的主题是 人间有爱 老实看咱们班谁写的最好 能拿第一名 那是我的梦想 是下莫远天爷爷一样 带你作家 为了实践这个梦想 也为了再三次做我的比赛中夺冠 我下个决心 一定要写好这篇作文 于是我开始奋力提书 我先在生活中 搜集素材 用一双最漂亮的眼睛 留心关卡 声音的小事 接着我紧握了一套 死做了好长时间 反复地回忆着脑海中的往事 随后我掏出一张崭新的导纸 在上面奋力的剪了好久 写一件 读取一下 我一天翻阅书籍 一天上网浏览资料 询问老师 其他人 尽力使自己的语言 更加生动 就这样 我一切剧的修改 反复品服 最后 我用自己最终着的自己 把它重新 扛在了纸上 当我走上奖牌 把自认为 寄出了无数新链的作品 交给了老师 幻想着自己 站在奖牌上 手捧讲座 听着老师的赞扬声 看着同学们 羡慕的曝光 我不想到 有点飘飘然了 以后的日子里 我叹破关的 等待着 入宿成绩的那一天 这一天 终于来到了 老师借着名单 一名 两名 回家 然而 都没有我的名字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看着同学们 拿着奖状 比我擦肩而过 心里 恨 不是滋味 泪水 大师 不愿哭的眼睛 真的 胜错了 这一次 我们梦想 破碎了 我把头 埋进手里 这时 老师 慢慢地走在我面前 拍着我的肩膀 宇宙 西长地说 泪水 是无能的表现 擦干眼泪 学会坚强 梦想 并不只是 说说而已 得靠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 假如梦想 没有心情的付出 就会成为 风响 孩子 老师 跟你讲一个共识 美国 有一个名叫 海伦海热的女孩 在她一岁端的时候 由于发烧烧 脑部 受到严重的伤害 同此以后 她的眼睛 看不到 耳朵 听不到 后来 连话 也说不出来了 然而 她身材渐渐 自小不息 在身体 中毒残疾的 困难面前 坚持自己的写作梦 经历了常人 无法想象的 付出 与磨练之后 成为全世界 最著名的作家 你的就是 小小势力 比起海伦彩乐 算得要什么呀 是的 我不能哭 我是坚持的 林林侯 我是有梦想到 第一天侯 才能如此脆弱 我抬起头 带开水 突破的冬家 比较的猴子 闪烁着 坚持你的作法 下次努力 永远坚强 经过这次 做了之后 我更加热 我更加热忠于写作 家当月读量 经常做小便宜 读书笔记 一本切一本 功夫符符符有心人 现在我的写作水平 在班里 在年级 都是比划划 确实 老师看着永不服输的我 竖起了大拇指 孩子也棒极了 现在的我 人体还小 在以后的大路上 还会有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的梦想 我相信 只要心中有梦想 只要努力 不放弃 我的梦 一定会实现 梦想是花 需要奋斗的汗水 来浇灌 梦想是树 需要奋斗的土壤 来培育 同学们 与奋斗相约 与梦想同行 小伙伴们 付出心情 更远 收获没耐错过 让我们携手拼搏 点燃机械 放飞梦想 让未来的天空 成为一个 无法的飞翔法 我们这一套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